你是不是喜欢刚刚那个小姐姐 看到你是我亲哥的会儿 那我就交走 一人姐姐 你是喜欢我哥吗 没有 那你走投靠我哥干嘛 没有 我哥走投靠都不会说谎 我说的是真的 我哥一句谎话都不会说 所以以后想要做了我嫂子 就不用担心我哥会骗他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说 不会的 就算有了伤口不好看了 我也会对你负责的 不会吧哥 你不会真在考虑负责吧 你打变 魔力 刚才知道模糊了 再来一招 看见你了 我 你看你和一人姐姐也多般配啊 没看出来 那你也肯定没看出来 一人姐姐对你有意思吧 你就是关心我哥 有什么不好承认 你看嘛 本人他都观察一天了 你看 这是不在头看你 这是不是 脸红了 看 一人姐姐待会儿要回来拿东西 我跟他说了你不在 你可千万要把他哄好了 不然到时候顾家管人的 别怪我没帮你 Mr.Fung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两个大笨蛋 根本就抓不住重点 还得我亲自出马 一人姐姐 你今天回家 就把行李好好收拾一下 我让我哥来接你 你就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好好看看我哥的房间 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让我哥给你 吃完 我们吃完 和我哥一起送我上学 反正你们俩也要一起上班 一人姐姐 我们去吃个饭吧 我和同学们愿意去看电影 你自己加油 对了 记得把一人姐姐安全送回家 她整天跟你跑得太不容易了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没理由 怎么遗忘 我已经轮行投降 或许是命中有你 所有巧合都在一起 要不是因为遇见你 不会遇见美好爱情 我爱你就像是棉花糖 一口油下却填在心上 你就像是窗外温暖阳光 让我无法形容抵挡 我紧张 我也是 machen 吃饭 云娘 服饭 不是